好 今天要来介绍的东西 满特别的 是一个软体 这东西我觉得真的是相见恨玩 就是大家有没有过你出去玩 然后资料被一个白死 或者是你自己手残不小心删掉的经验 那我今天要介绍的东西就是从 East 义我的Data Recovery Wizard 主要就是帮你解决这种问题 就是你出去玩辛苦拍的照片 就不小心被删掉的话 它可以帮你把它救回来 那这东西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用法就是 如果有人刻意想要删掉什么 你也可以把它救回来 所以你要看你男朋友删掉的照片 或者是你想要看他相机删掉的照片 他GoPro删掉的照片 他手机删掉的照片 你都可以用这个软体 然后把它删掉的东西整个这样拉回来 今天要介绍的版本是用Windows的版本 它主要有分三种方式 第一个是免费你可以试用 然后有两个付费的版本 最便宜是2047 然后它可以恢复的种类真的是太多了 我真的满期待 它可以恢复的像你的SD卡啊 硬碟啊 USB啊 相机啊 外界硬碟 它都可以恢复 然后恢复的档案有支援 超过1000多种 所以你想得到你男朋友删掉 你女朋友删掉的东西 像什么Word档 影音档啊 音乐档啊 照片啊 什么它都可以恢复 我们今天实测的机型 是用我这台G12Canon的相机 然后我就可能照几张照片之后 我们直接把那照片从里面删掉 然后看一下说 这样子可不可以把这台相机的照片 救回来这样 这台相机其实超级古老 哇 我整个对不到脚 对到了 这个麦克风入镜 这样子的话 我们等一下就可以来看说 它恢复会不会很快 我主要会选这台相机 是因为我想用的记忆卡比较小 这样等一下它在救资料的时候 速度比较快 要不然之前我用256G的记忆卡 救超久 恢复要两个小时 它把什么东西都救回来 实在是满猛 这个是照片 然后就把它删掉 噢不小心删掉了 不要被女朋友看到 删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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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状态 那我们就直接切到电脑那边 然后接上去看一下 它救援的状况是怎样吧 好 然后这个就是 一开始打开的界面是这样 还原的方式蛮特别 它是可以分成 你要装置硬碟 或者是你要直接指定一个位置 那可以选你的桌面啊 支援回收桶 或者是特定的资料档 那我现在还原就是这个 Canon Edge 2GB的那个硬碟 那如果你的硬碟越大的话 还原的时间也会越久 操作方式其实超简单 就是你选你要的 然后点进去 然后按还原之后 再选说你想要还原的档案 就这样 因为我之前想象中 旧资料的方式 简单太多了 那我们就点这个硬碟 然后按扫描 然后进去之后 它这边就会出现一个 快速扫描按进阶扫描 它就会下面这边就会指示说 它要多久 它会把所有档案找回来 在这个同时 这个里面 其实是没有东西的 它完全就是空的 这里就可以证明说 它现在真的是在找 那些被删掉的东西 然后很猛 然后因为我选的那个 记忆体只有2GP 所以它扫描时间 不会到太久 让我拍摄时间可以短一点 然后它这边就会写说 它已经删除的档案有什么 然后这边是照片档 像你看这个记忆卡 其实我之前有用过 它其实有很多档案 它都已经把它找回来 满猛的 那我们就让它跑一下 然后这样跑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找回 我们刚刚删掉的那个照片档 好 然后它现在扫描已经完成 然后其实这个记忆体 我之前已经格式化过 应该至少三四次有 为这次拍片 我也有再格式化一次 那进阶扫描的部分 它就会把所有的东西都找出来了 它这个下面这个是 现在它存有的档案 上面是你删掉的档案 那就可以进去看说 你的档案是哪 哪一个地方被删掉 像是我们刚刚的档案 应该是在 CAMERA底下 就是这里 然后看它修改日期很扯 它这边找到的是2011年的 你知道现在20几年吗 2019年 你可以选说 你现在要的档案是哪一些 然后像我们刚刚是2019年的档案 我们就可以直接点这张 下面会有你所有的档案的样子 然后最左边就是我们刚刚这张啊 EAS的这个资料的那个救援系统 然后你只要勾起来之后 你选回复 它就会问你要回复到哪里 你就回复到你想要的地方之后 它就回来了 这就是刚刚我照的那张照片 猛了吧 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偷看 你男朋友 你没有照这张照片的话 我觉得这东西超神的 超级适合啊 太久的照片 它都把它扯回来 这很夸张 好啦介绍给你们 如果哪一天你真的很好奇 它的资料价有什么 你可以用这个去怀孕它的电脑 怀孕它的笔电 而且如果你真的哪一天手馋了 重要的什么论文资料不见啊 或初游的照片不见 也可以靠这个救援 底下会有这个 意我的网站连结 它有分Windows版 还有Mac版 还有Android版吧 很多版本 那我还满推荐大家去买 因为如果是免费版 跟付费版的话 主要是插在你回复的那个资料量 免费版只能回复2GB 但是如果是付费版的话是无限的 所以说你的回应应该不止2044吧 就推荐给你们 那你可能要偷看你隔壁 另外一半在干嘛 可能也不止2044啦 OK啦 那我们就到这 就是这个 E-US Data Recovery Wizard 推荐给你们 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点个喜欢 也不要忘记帮我把这部影片分享给那些 想要知道情侣在干嘛 或者是手馋删到照片的人 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 Ciao Ciao Bye Bye